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虾皮卖场 接下来介绍一下卖场里的这一台佳能的相机 这台相机首先它的型号是POWERSHOTE的S5IS 然后这台相机它是一个可以翻转的荧幕的这样的一台相机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外观 外观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是全新的一个外观 它只有少量的使用痕迹 基本上是没有使用痕迹的 然后我们比较在意的那个划痕啊 还有那个污渍啊是没有的 那几个面都一样啊 几个面都一样 都非常不错的 上面也是 然后它本身是带一个这个原装的这个相机背带的 然后可以一起送送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所使用的配件 它所使用的配件呢 是这个四节三号电池就可以 然后卡的话就是这种SD卡就可以了 让我们放进去 然后我们试一下 开机的话是 开机的话就按这个按键就可以 这边的话有一个左边的话是拍照 右边的话是相册 我们这样翻一下 然后这个镜头就会弹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荧幕 荧幕的话是非常干净的 没有任何的变色老化发黄的现象 包括我们对着这个白色墙壁进行变焦 哦 这个很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变焦的话 连这么近的话 可以看到那个墙壁的它的一个 呃 一个构造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拍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手主要看这个屏幕 荧幕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老化的现象的 我们只是一个测试荧幕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主要的功能 呃 比如说 比如说 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的话是它的电子取景器 然后我们可以按这个键 再按一下 然后打开这个电子取景器 电子取景器的话和我们这个平时的取景器看的是一样的 和液晶取景器看的是一样的 里面东西都可以进行设置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按一下的话就可以按回来 啊 这边的话就是它的菜单 菜单的话 我们这个上下左右啊 什么都是可以的 啊 语言的话是日英双语的 日英双语 呃 不用也不用很担心 因为它这个 呃 选项很少的 呃 可以按几遍基本的 基本上就会的 如果说你想翻译成中文的话也可以拿手机 就是 有那种iphone的扫一扫 直接就翻译成中文 也很方便的 呃 然后这个是上下左右 呃 这几按键都是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设置啊 这个键 橙色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上面的话是我们主要使用的时候 呃 一个转轮的设置 这上面的话有很多档位 比如说这个是自动档 自动档的话我们就可以一键拍摄就可以了 啊 这边的话是人像啊 风景啊 这该有的档位都有啊 这边的话是其他的一个 啊 其他的一个 呃 一个滤镜 然后我们可以每个滤镜都试一下啊 都试一下 都很不错的 出片的话很好的 然后如果说我们想用闪光灯的话 需要手动把这个闪光灯这样抬起来 啊 抬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这个闪光灯了 呃 我们可以把它调成强制闪光 现在是 a a 的话就是 等一下啊 a 的话就是 呃 智能闪光 就是他会 他会根据这个环境来进行闪光 但是这个闪光灯再来调啊 在这在这 找了半天 在这啊 这个是闪光灯的设置 我们调一下 嗯 把这个 把这个首先给他打开 然后这边的话调成这个强制闪光 啊 这个时候的话就有闪光灯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了 拍到了 闪光灯也是正常的 这个可以放心 好 然后拍完照片之后呢 我们想看 呃 相册的话就在这个右边 把这个都划划到右边 啊 就变成这个相册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拍的一些照片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照片的话 可以按这个垃圾桶把它删掉 也可以在菜单里面一键删掉 啊 全都删掉 都可以的 好 然后关机的话就按这个键 按一下off就关掉了 然后这个镜头是机动弹和弹回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盖就好了 然后中复来说一下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啊 对不对 好 对不对 还没有介绍这个翻转屏啊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翻转屏 啊 既然翻转屏的话其实很简单的 只需要把这个镜头这样翻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自拍的操作 非常非常方便的 如像现在这个价 现在这个相机市场的话 佳能的翻转屏的系列的话 还是很热门的 非常非常实用啊 好 然后 综合说一下就是它这个是佳能的一个外观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全新的一个相机 然后功能的话 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呃 如果说不懂的话可以再来问我